大家好,我是陈岳 今天我们来关注震惊全球半导体界的一个交易 那就是美国英伟达公司计划斥资400亿美元 这个巨资收购英国的芯片巨头ARM公司 如果收购成功 那么全世界的半导体版图形同重置 影响是十分巨大 那么围绕着这个交易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谈一谈我的分析和看法 今天的节目主要分成四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第一是要介绍本次交易的一些基本情况 这个背景信息跟大家先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第二个部分会跟大家介绍 ARM公司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ARM公司 对吧 还有人听说过什么ARM嵌入式设计等等 那么这个三个单词ARM 它为什么对全世界的半导体行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呢 我想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应该比较关心 那么今天我也给大家去做个答疑解惑 那么第三个跟大家要分享的是 如果最终ARM公司被美国的英伟达收购成功 那么对未来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格局到底是有哪些影响 那么特别呢是对于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影响会有哪些呢 OK那这是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呢最后我们呢要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那么中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就是呢 这个交易行为它本身它的这个消息 那么根据媒体华尔街见闻在9月14日的一个报道呢 英伟达13号宣布同意收购日本软银旗下的芯片设计巨头 ARM就是ARM公司 那么中文呢也有人说叫ARM公司 交易的金额高达400亿美元 这个呢是世界芯片史上这个交易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 2016年呢软银以314亿美元收购过ARM 那么这也是此前芯片领域最大的并购交易记录 英伟达将保持ARM总部位于英国不变 同时呢还将投资建立新的办公室 用于推动AI研究等工作 这一次收购这个ARM呢卖给英伟达 那么给英伟达呢会带来很多的好处 那么这个呢将会大大的增加英伟达它的收入来源 并且呢会增强英伟达公司在自己的这个领域的垄断的地位 通过收购ARM公司 英伟达将由一家仅仅提供高性能计算机图形设备的公司 过渡到这个集电脑呀 移动设备呀 这些各个平台吧 那么都会去涉足的一家这个高科技的芯片企业 并且呢如果这个协议能够最终的成型 那么英伟达很可能会把他的这个产品和ARM的解决方案呢 捆绑在一起 英伟达的客户和用户呢就会被迫向英伟达支付更多的费用 这里面的客户可能会包括像华为三星等这些芯片领域的巨头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收购还这个将改善了英伟达他整体的现金流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消息呢这个朋友们乍看上去可能会觉得 哎这个呢好像就是一个高科技行业里金额很大的一个商业交易 对吧 而且看起来呢 英伟达呢虽然付出了400亿美元的巨资 但是对他整个的这个未来的在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呢 有很大的好处 还看不出来哎到底影响是什么 对吧 就像我开头说的这个交易呢 对于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巨大 那么到底在哪里影响在哪里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第二点要跟大家去分析的内容 那就是呢 ARM公司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啊 我们要先把这个公司先了解了 再去说利害关系 那么通俗的说呢 这个什么样的公司就讲白了就是它是卖什么的 对吧 很多朋友可能都不清楚ARM公司到底卖什么 怎么赚钱 对吧 那么英国的ARM公司呢 它是推出过一个这个ARM的这个半导体的框架 那么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处理器就是这个芯片的这个框架呢 叫ARM呢 所以呢 它这个ARM架构 因此呢 代案呢 它也就是ARM公司 那么ARM这三个单词呢 它也是精简指令级这个机器的一个简写啊 就是单单词前面的这个缩写 所以呢 所谓的这个精简呢 就相对于复杂的指令级啊 这一部分有点专业 可能有些朋友不一定听得懂 那简单的说呢 就是ARM呢 它是比比较简单的一种芯片的指令级 那么相对应的呢 像英特尔呀 像AMD呀 这些呢 X86的这些架构 我们如果说买电脑的 特别对电脑有一些些了解的 可能都听说过X86的这个架构 那么这个呢 X86架构呢 它本身也是一个处理器的一个指令级 那么它呢 就比较复杂 像英特尔呀 AMD呀 用的就是这样的架构啊 那么 因此呢 ARM就是ARM的 它的这个架构呢 就是相对而言呢 是精简的 也可以简单的说呢 是简单的啊 那么市场呢 易接受的 那么正是因为ARM的架构 它的精简这样一个特性呢 也使得ARM架构的处理器具备了成本比较低 那么性能呢 反而更高 它的耗电呢 也更低 这样的特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在这种智能手机时代呢 在这个手机上面呀 在平板电脑上面呀 各种便携式的设备里面呀 包括像机顶盒呀 家里面电视机的那个这个机顶盒呀 还有一些服务器呀 甚至是在一些军用的一些导弹控制系统当中 就会去大量的使用ARM的架构 那么我想在未来的物联网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呢 ARM的应用领域呢 会更加的宽繁啊 更加的领域会更加的更加的广 那么根据ARM公司2011年的客户报告就披露呢 当时ARM处理器已经占据了95%的智能手机 90%的硬盘驱动器 以及呢40%的数字电视机机顶盒 和15%的微控制器 以及20%的笔记本电脑的市场 所以呢 它特别是在手机和手持设备上面呢 使市场占有率呢 可以认为是绝对的垄断地位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时至今日呢 ARM处理器已经 这个一统智能手机市场啊 并且呢 向服务器领域开始进军 那么ARM公司的经营模式呢 也跟英特尔啊 AMD这些啊 自己设计到自己制造芯片 然后再出售的模式呢 是不同的啊 我们前面提到的AMD啊 这个英特尔呀 它是一个复杂指令级的啊 那么ARM公司的方式 它是通过这家公司 它是卖什么的 怎么挣钱对吧 我前面问的问题 就是说 它通过将它的知识产权 或者说叫它这个IP 我们就我们叫IP内核吧 IP核 那么呢 把它的所有的这些芯片的知识产权呢 授权给半导体公司来获取收益 比如说华为 我要设计海思的芯片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三星 它要设计它的这个三星手机 用自己的芯片 我印象中是 是什么 我忘记了 猎户座还是什么 就是三星的这个半导 它的高端芯片的名字 那么这些半导体公司呢 设计自己的芯片呢 你首先要拿到指令级授权 这个ARM公司就授权给你 你呢 就可以去 在它的基础上来做 但是呢 你要付它的 这个授权给你的授权费啊 就是这里面的核心呢 就是它的技术的知识产权 它是通过这个 来进行这个 你可以认为是盈利 或者挣钱的 所以呢 取得授权的半导体公司 就根据ARM的架构 或者是这个参考呢 就设计自主的这个ARM处理器 那么世界上的手机市场 排名前三名的 像三星 华为 苹果 还有包括美国的芯片设计公司 高通 其实都是在ARM公司的授权之下 分别设计他们的新 他们的这些这个芯片 那比如说三星的叫猎户座 然后呢 A系列 苹果公司的应该就是A系列了 对吧 然后呢 三星呢 那个华为呢 是麒麟系列 就是海思下面的 然后呢 这个高通呢 是高通是骁龙系列的处理器 所以你看 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 几个手机的处理器 CPU 都是基于ARM的这个指令级的 所以说 这个ARM公司呢 它仅仅开展知识产权的授权 这样一个服务 就可以像这么多的巨大的客户 来收取费用 这也就难怪 它为什么可以卖 400亿美元 这么值钱 对不对 好了 那么ARM公司本身呢 它并不介入处理器市场 它呢 仅仅是提供一个指令级的 这样一个设计基础 并且呢 ARM公司呢 对于授权呢 是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 那么ARM公司在技术上面 它一直保持一个 绝对中立的一个地位 也正是因为 它保持中立的地位呢 就奠定了 它在全世界 每个国家 中国的芯片公司 美国的芯片公司 三星的 这个韩国的芯片公司 都去找他 让他来设计 这样呢 他就处在一个 对吧 我不管你们什么中美贸易战也好 谁谁谁打仗也好 反正我就是中立的 对吧 然后呢 你谁的来 我们就在商言商 其他咱不谈 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么加上呢 英国本身呢 它在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呢 相对而言 它也某种程度上 保持一定的这个中立的地位 所以说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正是因为ARM ARM呢 它保持了这样一个中立的一个位置上 那么这也成为ARM公司 最核心的价值 这个东西 你设计一个指令级 你必须要有芯片公司买单 他们愿意来使用你的指令级 你才有市场 那否则大家都不用你的 当然也可以 对吧 那么你就 你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是不是 所以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中立的地位呢 既然既是这个ARM的架构 能够脱颖而出 占据市场的关键因素之一 同时呢 这也是全球任何企业 收购ARM公司的最大障碍之一 对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 今天美国要把ARM公司收走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对吧 因为本身一个中立的在商言商 大家都可以来玩的一个游戏 到美国人手里之后 以特朗普的性格 马上开始 不许给华为用 不许给这个用 不许给那个用 那完了 那以前 麒麟系列 海斯系列 一大堆的半导体芯片 怎么办 对吧 你这个东西都是全球供应链 都一个环节 扣一个环节的 那你前面 如果特朗普把它买走之后 不是特朗普买走了 就是美国的公司把它买走之后 那么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 对吧 他颁发了一些行政令 那你美国公司能不遵守吗 你一遵守完了 这个事情就就后面怎么办 不好处理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基于上面的介绍呢 我们就了解了ARM公司的这个业务形态 也就能明白了 全世界最主流的芯片 基本上都是基于ARM的指令级 来设计和开发的 那么既然这么重要 现在呢 又是被一家美国公司要收购的话 那么就谈到了 我今天 我们今天要来这个分析的第三点 那就是 如果最终ARM呢 被美国的公司英伟达给收购成功 那么对未来的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格局 会有哪些影响呢 特别是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影响有哪些 其实呢 这个问题我在刚才第二点里面呢 也做了简单的 这个也已经带到了一些 那么2010年的时候呢 美国苹果公司曾经提出 以85亿美元来收购ARM公司 但是呢 被ARM公司的董事会呢 给拒绝了 那么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说 ARM作为独立的公司 更有价值 苹果展开收购的唯一理由 就是要消灭竞争对手 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句话什么意思 因为苹果公司的A系列的芯片 比如说最近刚发布的A14的 它的处理器 它也是基于ARM来设计的 好了 如果苹果公司 反正苹果有钱嘛 把ARM收走之后 苹果说 我现在这个ARM 这个指令级在我手下了 那我就我一家用 对吧 那么其他你什么三星也好 高通也好 华为也好 靠边站 不给你们用 或者呢 我给你授权是比较旧版本的 老版本的 新的我不给你了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样子就是说 就苹果的目的呢 就是要消灭它的竞争对手 所以呢 这也就是ARM的董事会 他就觉得我ARM要独立运作 独立第三方 我不卖给你苹果 这是2010年的故事 那么2016年的时候呢 日本软银集团就以这个309亿美元 全现金的方式收购了ARM公司 之所以当时能够成功呢 除了软银并不介入ARM的处理器市场 之外呢 他也承诺ARM独立运营 当时呢 因为软银这家公司 他本身他 他不是像苹果呀 自己设计芯片什么的 软银这不是他的业务 他只是纯财务投资吧 这么讲 没有什么战略呀 这个商业 他的这个这个基于业务上的考虑 他就纯是一个财务投资 觉得你这公司有前途 我想赚钱 所以呢 他这个呢 相对而言还可以保持他 独立第三方的这样一个角色 并且呢 软银也承诺了 说你ARM这边我买了 你还是独立运营 而且呢 这个还在于呢 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日本和英国呢 都可以来接受 对吧 就是说前面两个条件 日本英国政府呢 都批准 那么这些呢 把这些要素放在一起 哎 软银就把它买走了 那么这一次的收购呢 美国的英伟达公司呢 则非常的不同 那么英伟达是一家 地地道道的美国公司 在美国持续在高科技领域 遏制中国的今天呢 ARM如果变成美国公司 那么ARM架构 就会变成美国的技术 中国的ARM处理器 相关的产业呢 那不就是被美国给控制了吗 对吧 那么就是美国如果要制裁谁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了 对吧 那么对于目前的中国 所有基于ARM指令级 设计芯片的企业呢 简直就是把头伸到 美国人的菜板上面去 那么就任人宰割了 想什么时候砍下来 就什么时候砍下来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是孰可忍 是不可忍呢 对吧 呃 说到影响呢 那首当其冲的呢 当然就是华为啊 对吧 华为呢 正在遭受美国的多伦的打压 那么ARM与华为的合作关系呢 是十分的密切的 ARM如果落到美国的控制之后呢 华为在芯片方面 不排除会进一步陷入被动 因为这意味着 华为未来的芯片设计的源头 将牢牢的被美国人所控制 而美国人对华为的态度呢 全力击杀 斩草除根 对吧 现在这个态度也很明确了 那我想大家看的也都很清楚 也不用呢 我在这里多说 那么中国国内的海思 飞腾这些呢 都获得了ARM的这个V8的指令级的授权 而且这个指令级授权呢 是终身授权的 并且在此基础上呢 自行设计了CPU 如果因为呢 成功收购ARM的话 那么ARM呢 可能会受到美国精灵的影响呢 中国厂商能不能继续获得升级版的指令级授权呢 这个就是变数就比较大了 因为这个前面提到 华为拥有这个V8的永久使用权 可以通过对V8的升级呢 来解决芯片的制作问题 但是你这个 你只是V8这个版本呀 如果是ARM升级到V9之后呢 那么美国人不给你用的话 那么华为呢 还依旧会面临冲击 那么华为如此 你像中国的其他芯片设计企业 也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 同样的处境 那么大家看到这里呢 心里肯定会要问了 既然如此 那中国的半导地行业怎么办 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那还有那怎么办 对吧 看起来好像很困难了呀 对吧 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吗 那么我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提到了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点了 那么就是呢 中国的应对策略 我个人的看法呢 中国的应对策略呢 有三个方面可以去进行这个探讨 或者说使用 第一个呢 就是中国是阿姆的巨大的一个市场 这一点的话是一个现实 不要觉得技术仅仅是技术 有的时候技术是需要市场 来实现它技术的这个发展的 那么以市场规模和产业布局 来加入到这一次的收购的谈判 有人说 别人这个美国公司买英国公司 管你中国什么事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往后看 我给大家解释 这个事情不仅关中国的事情 而且还需要中国人签字 中国人不签字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 我的看法是 中国要加入谈判 那么中国市场呢 对于阿姆公司的重要性呢 不言而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 和手机生产国 那么中国毫无疑问 是阿姆的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阿姆公司特地在中国 设立了一个独立运营的 阿姆中国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阿姆有个总公司 专门搞了一个阿姆中国 这里面呢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到网络上查一查 阿姆中国和阿姆总公司 关于是否去制裁华为的事情上呢 之前其实有很多的争端 阿姆中国呢 一直坚持认为独立自主 一直呢 把他最新的更新授权呢 都在给华为去使用 当时呢 这个阿姆总部呢 就非常不爽 其中呢 还要把阿姆中国的这个执行长CEO 给他罢免掉 反正中间就是吵来吵去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也算是一个之前的一个故事吧 那么大家呢 感兴趣可以去多了解 今天呢 我在这里呢 不谈这件事情 不管怎样吧 那么阿姆公司在中国独立设置 设置了一个阿姆中国公司呢 其实就证明了 中国市场对于阿姆公司的重要性 那么不过呢 阿姆最看重的呢 还是中国的这个服务器市场 那么这是阿姆多年以来 最想进入又难以进入的市场 在中国去IoE化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 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力推之下 中国阿姆服务器市场发展起来 那么此前呢 中国电信的年度服务器采购当中 就使用了这个阿姆服务器的 这样一个份额 而且预留了上万台的这样份额 每次并购阿姆呢 很难不对中国的阿姆服务器市场呢 产生影响 那么这个呢是这个阿姆公司呢 特别不愿意看到的 也就意味着呢 中国公司接下来 中国市场接下来的采购动作 和未来对阿姆是否支持 我想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影响阿姆未来发展趋势 发展水平的一个角度 那么这件事情呢 既然如此 那么是不是我中国的利益 是不是要加入谈判 这是第一点 我认为中国市场的力量呢 要把它利用起来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 谈判 对吧 说各方谈判 有符合中国利益的方案 那么就执行 无所谓 卖卖卖卖卖对吧 或不管怎样 只要呢考虑到中国的这个利益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中国呢 是可以去动用否决权的 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会有否决权 对吧 那么正是因为 中国市场对于阿姆如此重要 任何企业收购阿姆 都绕不开中国商务部的审查 在中美摩擦之下 美国企业收购 事关中国芯片安全的 阿姆公司 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呢 这个几率呢 恐怕是不高的啊 那么此前呢 美国高通公司 就曾经试图并购 荷兰的芯片公司 恩智普 那么中国政府呢 并未批准 并未拒绝 这样一起并购案 但是呢 直到双方约定的 最后期限之前 中国政府呢 都没有批准 也都没有完成整个的审查程序 就导致呢 整个的并购呢 就失败了 讲白了呢 就是拖着拖着 就把你拖死了 这是一种这个形式 那么对于英伟达并购 阿姆公司 中国可能既不会拒绝 也不会批准 就跟前面这个做法一样 那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啊 就是说根据各个国家的 垄断法的一些规定呢 只要收购的企业 在这个国家呢 有他这个业务 开展这个业务呢 那么就需要得到当地的反垄断部门的批准 那么英伟达和阿姆的产品呢 是面向全球进行销售的 那么他合并之后的公司推出来的产品 有潜在的价格垄断 那么可能会损害当地的这个买家的利益 所以呢 这样一个并购案 还需要得到这个中国 美国 欧盟 还有英国 这些国家的反垄断的部门的批准 那讲白了呢 市场够大 对吧 就像我第一个问题里面提到的 市场够大 我不批准你后来你怎么玩呢 是不是 那么这个呢 就必须得到这个批准 那么因此呢 前文里面所提到的 对吧 高通曾经宣布 用440亿美元收购恩智普 结果被中国呢 一票否决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这一次 英伟达收购 阿姆公司 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利益 就是去想 想去把这个事情给办了的话呢 我相信 这样一个收购呢 也会面临同样的压力 同样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前面两点呢 我认为呢 都是在战术上的一些打法 对吧 那么这并不是解决中国的半导体 长期发展的根本之道 它只是一些战术策略 对吧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我今天认为呢 是最重要的一个应对策略 那就是加速替代方案的研究 那么无论是阿姆在日本人手里 还是在英国人手里 还是在美国人手里 那么就长远的利益角度来看呢 其实都不是万全之策 所以完整的国产替代方案 是必须尽早的实施 那么什么是完整的这个替代方案呢 这句话不是说一说 现在呢 已经有一些方案 是可以用作为来替代阿姆的 那么根据这个 中国的 这个一些媒体的分析和报道吧 那么现在呢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界呢 也已经在加速 研制一些备胎的方案 那么北京半导体 协会的副秘书长 兼高级分析师 朱金 他就表示呢 自从传出英伟达收购阿姆的消息之后 中国国内呢 有不少芯片 相关的企业呢 都加速了像 像这个Risk File 这个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 迁移的步伐 大家可能不在半导体行业 可能不了解 这个Risk File呢 它是一种这个新兴的开源指令级 那么这个开源指令级呢 是不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条约的约束 所以任何时候 任何人 任何企业都可以基于Risk File呢 来设计处理器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虽然短期之内 Risk File的成熟度 肯定是不如阿姆的 但是就长期的利益来说 我最起码可以保证一点 就这个事情 对吧 我自己这个基于这个Risk File设计的芯片的话 我不会哪一天说美国又来搞你了 又来制裁你了 不给你用这个 不给你用那个的 是不是 所以呢 Risk File呢 目前是一个开源指令级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解决方案 就长远的角度来看 那么在诸多的行业人士眼中呢 Risk File称得上是阿姆的备胎 这个中科院的计算机研究所 就是向通用的Risk File的芯片市场进行发力和研究 那么这样一个 这个中科院Risk File项目组的一些人士呢 就对外表示 一方面他们感到这个开源Risk File指令级呢 使他的这个未来的趋势呢 是保持乐观 而且他的这个发展潜力呢 是非常大的 中国公司呢 也擅长借助于开源软硬件项目 进行崛起和发展 那么另一方面呢 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是充满着挑战 因为呢 即便是开源 也要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 RM公司提供的呢 也是基于RM的内核 美国公司苹果 中国企业华为 都是在RM内核的基础上呢 开发出的新处理器 那么中国此前呢 是这个缺的是什么 做通用型的Risk File 这个内核的技术能力 中科院集团机所的通用型 Risk File 这样一个项目呢 目前在全球也是十分有竞争力的 这就相当于呢 把这一块能力呢 向前进行了 进行了推动 主要呢 就是说你这个RM不行了 那么我现在没办法 我也没有什么选择 对吧 我只能去 在这个Risk File的方案上 做研究 所以呢 形势呢 比人强 那么这个形势呢 就推动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走向成熟 所以说 像通用型的Risk File的芯片 发力 最大的挑战呢 还是来自于生态 可能也未必是技术本身 也就是说呢 这个生态的范畴很宽 包括像 开发工具啊 软件库啊 算法 操作系统啊 应用啊 等等 那么 以及各个高效的 开发者的生态的建设 开发者的社区 一些这个基础条件的构建吧 那么关键的应用 APP啊 还有一些开发软件 那么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现在呢 还不成熟的地方啊 虽然说Risk File有这样的一个潜质 但是呢 它和这个已经成熟的ARM的指令机相比较呢 它还处在一个发展的早期 但无论怎样 就如同我前面所说 没有选择 你只能在这条路上面去走 对吧 Risk File的举个例子 就是说 它的手机短时间之内呢 是比较难以出现的 但是总算呢 还是有选项 那么 怎么说呢 就是心心之火可以燎原吧 那么现在呢 就是在这条路上面的话 现在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很多人士呢 很多企业呢 已经加大投入啊 加快研究 呃 除了以上三点 中国可以采取的一些应对策略之外呢 那么这个交易里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 那就是英国政府方面啊 因为你不要忘记了 这个事情呢 是美国人向英国人 这个政府呢 英国的企业来收购的话 那么也是需要经过英国政府的批准的 我们也看到了ARM的联合创始人呢 也写了一份公开信给英国的首相 英国首相呢 约翰逊 那么这个公开信里面说什么呢 他就提到了 希望英国政府要拯救ARM公司 他因为他认为呢 这笔交易可能会使英国成为美国的附庸 那么尤其提醒英国 必须向美国争取出口管制条例的豁免权 以保证呢 英国公司未来不受限制的使用ARM的技术 那么所以这一切呢 其实也反映出英国它整个的半导体产业界 是非常的担心的啊 在不断的有中国企业被美国商务部进行制裁的今天呢 ARM成为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可能性 那么更令中国企业感到非常的不安 有相当一部分的行业人士认为 英伟达收购ARM本身将损害ARM原有的中立性 改变ARM的商业模式 尽管英伟达已经多次公开承诺 ARM呢 未来仍然会以中立的身份进行运作 并且会延续原有的开放授权模式 虽然有分析认为 基于英美间的特殊的盟友关系呢 英国不一定会拒绝这样一个交易 但是就现在英国脱欧 对吧 如果大家关心的话 可以知道 搞的是这个非常的僵局啊 难解之时啊 那么英美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呢 也谈不下来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 对吧 单边主义 所以呢 也不跟你英国人啰嗦 那么这个呢 这个英美之间的自贸协议呢 属于停摆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英国政府他会爽快的批准 这一次的收购这个交易吗 而不将这个交易作为一种谈判手码 来和美国去争取他的贸易的这个优惠吗 我想呢 这也未必 对吧 不管怎样吧 那么世界呢 这个科技格局 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那么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从业人士也罢 或者是目前行业的处境 都处在一个处处被卡脖子的一种状态 让人看的呢 确实十分的揪心 那么希望呢 我前面所提到的三个 这个第三点 就是说彻底的 国产替代的方案呢 那么这样一种 Risk File的解决 指令级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呢 它也能够早日的实现 那么对于今天讨论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可以给我留言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